而0403震灾造成了许多的民众家庭遭到重大危难变故 期待重新安顿生活 还好由民间的力量资源来陆续涌入 和华林市公所一起携手付出一份心力 市长魏佳燕第一时间内也都接到了南山人寿慈善基金会经理 向高冰的关心 期盼协助受灾户早日重回生活的常轨 0403震灾造成很多民众家庭遭受重大危难变故 期待重新安顿生活 南山人寿花莲分公司第一时间就发放受灾户安家补偿金 部分是否为保护都给予协助 我们希望尽快能够把它帮助我们的灾民 其实这种灾灾这种服务安家补偿委员金 南山一直在做 而且也持续在做 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灾民赶快回复正常的生活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想法 所以这次发放的做是不限保护 不限保护 每一个保护是五万块钱 那没有时间限制 万一有零星个案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来申请 市长魏佳燕特别到场 关心更感谢企业的扇举 让受灾民众获得及时帮助 特别的感谢我们南山的慈善基金会 南山人寿 他们在地震的第一时间 马上就发放了五万元一户的一个慰问金 那我想以前在0206 也是南山人寿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发放慰问金 那这次0403也是一样 那在这边非常的感谢我们南山基金会的这一个部分 那在这边也跟南山刚刚也有拜托过 是不是未来我们发放的定义能够更宽限 那也希望说我们南山的中央能够多做一些严厉 那不管无论如何 再次的要谢谢我们南山人寿 那从我们从中华国小的一个安置 他们有设一个安置的一个帐篷 来让我们不管是保护或是非保护的一个 我们的灾区的一个民众 有任何的需要询问的 他们都很愿意提供一些资讯 那甚至于他们也准备了一些物资 那到现在的一个慰问金一户五万元 那真的是很谢谢南山基金会的这样一个协助 这一次大地震 南山人寿针对天王星 华一春 统帅大楼 富翼金华 北宾街等350户 不管是不是南山人寿保护 每户都可以领取五万块钱的安家补偿慰问金 南山人寿希望可以发挥抛砖隐喻效果 大家携手团结和灾民站在一起 希望可以让受到正在意想的民众 早日回复正常的生活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